是海龙男装 Yeah, definitely Just cool BYD Build your dreams It's my It's now on your world I'm only cool 三星爱好 TDSC.MA系列 三星3G 时尚的3G Why not 谁说不可以 宇兰歌舞 收闲複试 Ritch M1 天生独特 自然精彩 Ritch 您正在收看的是 东方时空 住房是中国人 生活当中的 头等大事 60年来 从分房到买房 从人均住房 面对6.7平方米 到现在的近30平方米 是什么改变了 中国人的居住 居住又是怎么 改变中国的呢 未来我国又靠什么 来实现 住有所需的目标 请请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部长 江伟欣的讲述 江伟欣 1949年 生于黑龙江省 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副主任 2007年 任建设部副部长 党组书记 2008年 出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 党组书记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江伟欣的办公室里 我们看到即将展出的新中国成立60年城镇化建设展览的图片画册 画册里一幅幅新就对比的图片 让人感受到这些年来中国百姓住房条件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所以您就看住在这儿的人和同样的人如果换了一个地方住到一个好的地方 像这种窗帘己经的这个楼房这种状态包括它作为一个生产力所发挥出来的那种价值都不一样 在这儿它这个不光是一种就是内心的一种喜悦对这种社会制度对党的一种感谢 最主要的什么他们就是那种生活的力量 生活的力量 生活的力量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改变 就是那种动力 生活工作 奋斗那种动力 那跟以前那要有个天让的质变 2008年3月 为了加快建立住房保障体系 加强城乡建设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建成立 不再保留建设部 江伟新成为首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党组书记